乌克兰国防部掌握勤资 俄罗斯总统普廷再次换将 西部军区指挥官改由中央军区司令拉宾出任 比尔德尼科夫上任16天就丢关 无妨解读就是因为近期俄军前线节节败退 但这个消息还未证实 俄军在哈尔科夫前线惨败 莫斯科时报报导 普廷推迟了与国防部高层的降临会议 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还透露 俄罗斯原本要在占领区推动的兼并公投 同样是被推迟 这场公投原排定五约举行 经过两次推迟已被搁置 乌克兰军队一周来在东北绝地反攻 收复约3000平方公里湿地 等同是把俄军三个月来牺牲数千人 所打下的土地拱手还给乌克兰 其中酷皮杨斯克更是铁路节点 一举掌握补给重镇 随着乌军反攻气势壮大 二战地区的亲俄乌克兰人也开始坐立不安 罗马尼亚第24频道报导 乌克兰部队打下赫尔松后 兵临顿涅茨克 俄罗斯服食的顿涅茨克 傀儡政权领导人普斯林 以及一群政客已经逃亡 其他占领区还发生配合俄罗斯人的乌克兰官员 疑似遭到铲除的事件 赫尔松的长官萨尔多传出被下毒 第二把交以科瓦列夫则是在家中遭到枪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使言要追捕这些人 并严加惩治 乌克兰检方也表示正在彻查 配合俄罗斯占领军的乌国人士 乌军在哈尔克夫发动闪电反击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 乌克兰亲俄分裂势力指挥官吉尔金 崩溃承认俄罗斯已经输了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以上借阳路整理报道